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PintheBuy 好久不見啦各位 來我們來看一下一個隊伍的比較吧 對就是咱們的圓劍雪 圓雪劍跟圓雪側 哪個比較強 其實也不能說哪個比較強啊 就是他們比較的傷害而已 因為要說比較強或比較弱的話 其實他們都有各司其職的地方 然後這也算是近期圓雪系列的最後一隻了 因為我就要上二十階拿天火天堂 去打那個怪物傳說中地獄般的地獄了 對到時候這個隊伍我覺得就不太能用了啦 因為畢竟有天國天堂這個bug般的存在對不對 好來吧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我們兩邊的隊伍都一模一樣的是 元素然後暴風雪然後我搭配的是聖劍 他搭配的是測速 而且我們的地圖一樣都是等離子 所以簡單的說在這個前期 我們都不是很在乎對面啦 因為我干擾不了他 他也干擾不了我 我們就純心的把自己的隊伍長起來就好 然後看誰的等離子運氣比較好 就這樣而已 好其實看明顯很明顯的 在一開始就已經發現了有沒有 對方才三個測速而已 我這邊已經有三把聖劍了 可是那個傷害完完全全不能比 很明顯的差距在測速一開始會非常非常的穩 所以他今天這麼穩的情況下 就等於說他比較容易抗暗殺 或是比較容易抗前期的干擾隊 他的抗性是非常強的 但是我這裡很明顯的看到 我剛有聖劍的情況下都沒有辦法把怪清掉 怪物都已經走到第一行了 不要看說什麼怪物走很慢 只是因為怪物對面都已經清掉了 所以對面完全看起來暴風雪是用不到 其實對面暴風雪也是跟我一樣 差不多的數量剛剛是四顆啦 現在合掉了剩兩顆 所以很明顯 其實一看就知道對不對 然後我等一下會看完前面之後 我們再拉到後面去看一下 比較一下 對了到後面的測速會是多麼的 沒有壓 你根本說沒有壓力 沒有殺傷力 對怪物沒有壓力 這樣講才對 而最後反而是靠聖劍 如果有經濟的話 其實清換的效果還是會存在的 當然前提是你的原子一定要在 因為主力還是原子 剩下的聖劍跟測速這樣 都是負責來撿尾刀的就對了 反正你一定要把小兵清掉 你今天小兵不清掉還是扣一條命嘛 你說是不是 OK在青龍的情況下 還是對面比較快 尤其是緩速緩上去的話 他緩起來雖然說沒有到歸零那麼兇殘 但是如果他今天扣到50%的緩速的話 他的傷害就增加了約 多少% 至少300倍 3倍 3倍大概300%吧 如果我現在是 我記得我的測速很像是6%吧對不對 如果今天歸零的話是6倍 如果今天是50%的話就是3倍 所以那個傷害其實還是蠻噁心的 就以初期清小兵跟打怪而言 而且我本身配著暴風雪 今天就算遇到暗殺 或是遇到流動之類的 測速都有辦法去扛住 就算今天遇到干擾骰 我要強迫核骰 我只要有一顆沒有被害到 或是沒有被干擾的骰子 基本上就可以 勁住勁到對面瘋掉為止 而且因為我還有暴風雪在對不對 而且我還有等離子在 所以能夠扛住的抗性 其實是很強的 而且我不知道為什麼 改版之後的干擾隊 確實有少了那麼一點點 對有少了那麼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可能用聖劍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畢竟我已經用等離子了對不對 我等離子其實不是主要是扛對面 但是剛好可以擋住對面的干擾隊 主要其實是想扛住王的技能 主要是獅王跟魔術師 這樣的讓你的骰子 星數下降跟干擾 轉王的話不一定 有時候你希望他轉 有時候你不希望他轉 對不一定但是我希望他能擋的時候 就擋住 能不要擋的時候就不要擋讓我生長 這樣子 好來我們看完這個魔術師 我們就來跳到後面去看一下 被剩下三秒鐘 可以看到了還蠻明顯的啦 他的怪物都在第一條線 我的怪物已經走到第二條了 而且我是沒有聖劍的狀況 其實這個時候蠻危險的 一個魔術師把我給炸掉 但是我出奇了還可以閃得掉 嗯蠻明顯的 對面已經把王給出掉 而我這裡呢 其實還有這麼一點點的危險 其實這個時候烈士 優烈蠻明顯的 很明顯擺在這裡可以看到我打王 確實是慢的很多 如果今天在前面有哀王的話 我就只能被迫強迫河閃 那今天強迫河閃的話 我可能會導致 欸沒有辦法打掉魔術 因為魔術師會把我的高星閃給炸掉 因為我前幾天的魔術師 我已經被哀王給強迫河閃 而且如果是哀王沒有害到的話 那就有一點點尷尬了 OK好來我們繼續來看一下唄 然後我們在大家後面就看一下好了 好我們就直接給他跳到最後面吧 現在一隻小兵的血量來到了 欸剛剛看到是跑得快啊 380萬 但是我現在注意到一件事情 因為兩邊都用這個隊伍 而且兩邊打過來都偏慢 所以不會導致那個怪物都一坨一坨的 如果跟其他隊伍打 怪物對方都秒殺嘛 像日月啊像陰陽啊 怪物都秒殺 所以會變成說 我們這邊都用一坨怪物 但是我們兩邊都這個隊伍的話 會導致怪物很像打的有點慢對不對 但是可以很明顯看到 現在我們的差距已經出來了 對方今天是用測速 而且還沒有被害到 雖然說他一個七星被害到啦 但是我這裡加起來是三把金劍 這個傷害呢就已經可以把小兵給 呃要怎麼講 壓到比對面還要來得近 呃對 其實說實在啊 他今天再強 也沒有 就是沒辦法秒殺 基本上都是過中線 過那個第一個轉角啦 啊第一個轉角在過去之後呢 就是看 如果今天是隔壁的 像隔壁的那個測速的話 就會往前推 如果今天像是我這邊的 我這邊的聖劍的話 就是有機會把怪物給他壓制 在那邊對就差這麼一點點就對了 而這麼一點點的 也可以幫王多戳個幾下 這邊就蠻明顯的 雖然只有一把一星聖劍 沒有 就是我前面的原子太歐了一點點 好這邊就是一樣啊 就是你要盡快把血量給消掉 能多血一點是一點 你知道嗎 這個時候到逛王的血量到那麼多的情況下 其實我覺得原測速的三倍 我就假設他三倍好了 已經比較沒有什麼用意了 那其實跟聖劍沒什麼 那我聖劍還有機會去觸發藍劍 多血那麼一點點 雖然說原子已經血得很誇張 不過這邊我想的一件事情 今天原子已經這麼誇張了 是不是其實沒有必要換到聖劍 應該去換到其他的可能會更好的 像是太陽 對我記得以前曾經我有用過日暴 日暴圓 對日圓暴 日圓暴 但是那時候那個時代還不太適合 但我覺得這個時代或許可以了 因為我覺得原子已經血過頭了 強過頭了 那我倒是反而打完會有點尷尬 那如果今天我是用太陽呢 我打IX是可以再打到底 我打魔術師也可以活生再打到底 是不是就可以減少 是不是可以降低 這個隊伍本身會有的風險 好可以看到對面還沒有 剛我以為那隻已經走進去了 但是還沒啊還可以 對面穴道最後王的小兵的血量 剩下1萬多滴 而我這裡是剩下1000多滴 我現在加起來只有兩把金劍而已 不過也已經比對面的那些測速 加起來還要來的扯蛋了 好現在是一個I 不是I王啊 咱們的蛇怪 我這邊一個瘋王 雖然擋住了瘋王 但是擋住瘋王 其實沒什麼差別啦 而且還是元素的關係 那現在對面的話 有兩個被害了 一個是三星的測速 一個是二星的測速 但是他一個六星的測速 還是正常的沒有被害到 但是還是有那麼一點危險 好那現在他的I王走到了 最...哎呀來個轉王 這個轉王轉的真不是時候啊 因為他沒有把後面那隻給處理掉 這一波轉王雖然死了 但是後面那隻還在啊 等一下 那現在這個狀況 對面沒有任何的原則的話 基本上我就是贏啊 好這到後面沒有說誰是誰輸誰贏啊 因為到後面我這隊還是有可能會輸 只不過因為我運氣比他好一點點而已 說到底 他是一個random dice的遊戲 他很random 我完全全靠運氣 對我覺得還是要加個復速才對 不然的話可能會被說 哎這隊我也打贏過啊對不對 沒有就凡事都有不可能 凡事都有不可能 說不定我這隊也有可能會輸給 新手無神對不對 好啦 來對面的原子的位置都不是很好啦 這個下應該沒有辦法了 雖然說有個七星測速啦 但是打下去也只打到四千多 暴擊有到三千七百多 沒有辦法第二星了 第三星還有26秒應該是來不及了 後面那一坨怪物太殘忍了 OK直接崩掉 咱們的原暴劍跟原暴測 那就是測到這裡啦 我還是覺得原暴劍會比較好一點 原雪暴 原雪劍 原雪劍 但是我覺得原雪日或許也不錯 也不錯也不錯 OK好啊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是PF1 我們下次再見 3 2 1 掰掰 如果什麼組合想要跟我分享 或跟我一起演示的話 就在Discord裡面私下留言給我吧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另外Discord群已經開放了 如果想跟我聊天 或跟我一起玩的話 歡迎進來吧 雖然我不想出現就是了